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祝我们晚年健康 晚年幸福 这中间已经跨越了 只有一个月 我们一直在播的是辈分 所以说真是谎同这个隔日 很多我千言万语 假装拜年 假做真实真意讲 其实袁小姐还没过 还是可以拜年的 对 所以积累了很多很多话 想跟亲爱的观众们说 但是一句话也不要说 你比如说很多事 因为我希望大家一定要明白 我们这个节目 它是当周录像 有些时候我们录的一些辈分节目 甚至可以长达一个月 所以有些时候 一个月都有 因为前两天他们又给播出来一个讲凤凰男的 然后好多人说 因为我在里边讲 我说我那个微博 这个粉丝才两千 结果咱们这个观众非常可怜我 哗都去了 然后说我骗他们 说我骗什么粉丝呢 说哪有两千 你实数吗 说已经两万了 他就跟我说 那是一个月钱的 所以一个月累积量能够有一万八也很厉害 下个月你的点击量就三千万 对 这种规模是我承受不了的 我不想有些人他能承受很大的关注 我对我来说 有一万人已经把我吓草去了 你知道吗 所以我们要讲讲正经的事情 这个真正的新闻是什么 是短 短呀 是吧 我不得不说 我没法 我非常理解 对吧 大家就是认为 我们当然应该在今天谈谈环保 对吧 但是呢 也是重要的会议造成 但是我也非常希望观众能够理解我 就是爱谈谈这个 对吧 是吧 这环保的问题其实是每天要做的 不用拿出来老讲老讲 没有用 从生活中做起 对 很多时候不是你想讲什么就讲什么的 对吧 在任何地方都是这样 是吧 我们还是讲一讲这个 你不要说我 觉得啊 就是说我最觉得最最这个可乐的 我认为这个成龙这个这个事啊 他确实把我逗乐了 很多人说这个东西无聊 你觉得无聊吗 那就是在无聊的生活里面 为你的无聊生活增加一点点无聊的色彩 我觉得挺好的 就是那两天真的每天大家都在 咚咚咚咚 各种的咚 挺好的 挺好用的 薛老师看了吗 我是完全不知道 直到你们说要 你要我讲这个话题 我才去问我的朋友 他们就说 哇 你这个都不知道 搞得我就觉得这个 你要去看 因为我还跟这个很多人的看法就不一样 我隶属啊 所有真正火的这个东西 没有一个 它是没有实力在后面的 没有水平在后面的 你看很多人现在就骂 包括啊 你知道现在的这种经济模式啊 一有个东西一火 一天一下几千万的点击的话呀 所有的这些做买卖的这些 我把他们统一叫做买卖人 都开始营销 总结经验 说这种东西 怎么能这么一下子吸引关注 它一个这么无聊的东西 咱们就能够吸引这个关注 我的研究很简单 还就是我这种工匠的这种研究 我真的觉得 就是说这两年来 你们觉得特别没劲的 甚至觉得特别弱智的 这些个活起来的视频 活起来的东西啊 哪一个我都喜欢 而且我认为不是你能做得出来的 包含那个一百块钱也不给我 你也喜欢吗 我没看过这个 什么叫一百块钱不给我 那一百块钱也不给我 我没看 一百块也不给我 你竟然没看过 我没 你讲这样 那没法讲 没有搭配视频看 你要看完 是不是一百块做的皮夹 不是 那啥 我觉得这个话题 今天可能也不能说 哦 那就说能说了 要抓 对吧 我就是说这个 我当时看 我就一下 我看了足足有七八遍 每一遍都笑得我 你能放一遍 哈哈大笑 有吗 你想看是吧 我怕就是太 就是观众会觉得 看了太多遍 再看 行我第二 怕让他们放一下 那么有吗 有就给他许老师放一下 放一小段吧 放一小段 看看看看看 当我第一次在拍写多水广告的时候 其实我是拒绝的 我跟大人讲 我拒绝 因为其实我根本没有头发 大人问我讲 爱玩家特技 头发很黑 很亮 很油 加了一个月 特技 之后呢 头发 后来我经过也知道他们是 是加的 是化学成分 我现在呢 每天还在加特技 加个特技 头发 动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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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众用完之后 回家特技 头发 大男友 我的头发 无黑浓密 加特技 我用完之后 根本没有这种头发 这个就是我用的 发音 是蛮好笑的 是好笑吧 这是谁做的呢 还没放完 这是谁做的呢 我就跟你讲 首先因为人家成龙大哥 也拿来可以自嘲 有这个幽默感 所以我们可以向全世界观众 传播一下 你看现在还笑成这样 这谁做的呢 我就跟你说 我很想认识 神人太多 我很想认识 这太亏了 你看他又没有创作版权 又拿不到这个版税 这么好的创意 有点剂量啊 这个据说来自于一个网站 这个网站呢 他你现在使用的很多词 你就不知道了 二次元网站 就是什么 就是一个网站 这个网站聚集的 都是那种动漫迷 可能就是日本的那种动漫迷 然后呢 这种剪辑方式 我还学了一下 在他们这个圈里啊 叫鬼畜 什么叫鬼畜呢 大概就是把这些视频和音频呢 做这种快速的 鬼是鬼子的鬼 鬼子的鬼 畜生的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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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像日文吗 对 有点 他们很多人就是日本动漫迷的那种粉丝 然后他们最早好像是从这个网站上发出来的 然后呢 等于说你看从二次元的网站上发出来 最后很快弥漫到了三次元的 所有人都看 就是他们经常发这个东西 就是把一些东西 这叫神剪辑 这叫神剪辑 所以为什么光明 我就跟你说 很多人就批评 就说你们怎么弱智啊 一个这个东西就能点击啊 我跟你说 一个一个那么多人喜欢看的东西 能把人逗笑的东西 我弱智 啥叫二次元 啥叫三次元呢 我要知道 我一定告诉你 我也是资料上看的行吗 我突然发现我好如此 这编辑说了 二次元是动漫 三次元是现实生活 不是 二次元就是平面的吗 然后三次元就三滴吗 对啊 就是就是立体的吗 就是立体的吗 二次元三次元 就是动漫 就是二次元吗 像像那个漫漫漫画 三次元就是咱们现在就是三人行 就是三次元的吗 对哎 咱们什么时候可以搞成一个二次元 对吧 哎呀 全躺着做 哇 特技特技 特技 然后哎 我就是觉得你你你隶数吧 这个不要小看一些个你貌似弱智的东西 就比方这个歌 他还巧妙的借用了 他让把成龙的这个剪辑的 跟这个我的旁卖狼 你知道我的旁卖狼的故事吗 知道 我的旁卖狼这首歌就我的滑板 我的滑板鞋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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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手啊 叫旁卖狼 旁卖狼做了一个我的滑板鞋 这个我的滑板鞋啊 成了所有阿勒卡罗克里的神曲 所有人都说 它是神曲 是因为它太难听了 难听的大家觉得太好笑了 所以它成了神曲 这个我也不同意 我必须说 我非常喜欢我的滑板鞋这个歌 你们有时间听一听 这个旁卖狼其他的歌啊 就没我我没大兴趣了 就这个歌 所以我一我跟他的 我的审美真跟别人不一样 我一直认为就是当年那个 我把港版代 就是韩国的那个 那叫什么鸟书 你你觉得他不是特别有一个劲吗 有一个劲道吗 你知道吗 他不是弱智的 他那么包括我的小苹果 就像就像老鼠爱大米 他就是有个劲头 他这个劲头啊 他他就是 我我就说他不是偶然的 他不是随便一个东西 老百姓都傻不溜秋的 就觉得这个可乐 同期可以做很多 涌现出来的只一个 所以为什么我说这个神剪辑成龙 这个我都很想结识他呀 他要能给我们做些片子 我跟你说 你想到没有 能把你逗成这个笑成这个样子 这个编辑本身 我现在就经常发现 我们的这个编辑啊 我就有时候就跟他讲啊 我说你有没有幽默感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是 有没有幽默感 比方说一个最简单的 好比说 我们江家三爱行李 这个有个人讲了一个笑话 你知道吗 讲这个笑话的时候啊 观众必须看到他的表情 但是没有幽默感的编导 他可能在这个时候 恰恰肯定给你插了个配图 插了个配图 就把这个人的表情盖过去了 这反映了什么 这反映了你这个编辑本身啊 你没有这种幽默的 他没听懂这个笑话 你没听懂这个笑话 你知道一个人能剪出 这么一个东西来 他必有他的水准啊 你看喜剧片 你都没有这么好笑 你想想 怎么样 受教育了吗 我赞成啊 我赞成啊 因为我真的觉得 现在经由这个微博微信的 这个这个传递的方式 你每天有太多的这种神片 神视频 然后那种神段子 我觉得为生活增加很大很大的乐趣 我从来不觉得人家很低俗的 而且真的要有水平 崇拜啊 我要有水平 我觉得真的 你不能觉得他没水平 他也有他的水平 我觉得呢 我还是相信一句老的话 普雷·韩诺夫说的话 他说是任何的偶然性 是很多必然性的交叉点 我认为是偶然的 因为包括鸟书 包括什么小苹果 这同类的歌曲有很多 可能有一千个 但是恰恰这一个特别的流行 对 但他一定有他特别的原因 比方说刚才这个吧 我觉得的一个原因就是说 成龙那个广告 给我的印象 本来就特别深 我看过很多的广告 说实在话 我以前非常喜欢看成龙的电影 也非常佩服他 他那个打法 这种幽默的武打 李小龙是个传说 现实当中就有成龙 而且成龙后来 他在美国获得认可以后 我也更加佩服他 但那个广告 说实在话 当时看的时候 我就不喜欢 我当时还在 我这个想法太正统路子了 太正规了 我就想 我要是认识成龙的话 我就劝他 何必做那么个广告呢 这对你 为什么 因为一般的广告 演员做广告 谁都理解你是为了钱 所以你尽责任就好了 你不用交心了 你做广告的时候 还要来说一番话 说我开始不想做 后来怎么样 就是说很认真的 把广告的制作过程 都说出来 我当时就觉得 这有点掉分 后来我才知道 原来他是有股份 那个霸王洗发水 他根本就是他的一个 所以那个我也理解了 但他偏偏 人家拿他这个东西来做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必然性 这个包含了很多观众 就是说不好意思 说一句话 你认识成龙了 我不认识 所以我说没关系 我觉得他近年来 做的宣传 各种各样的东西 太多了 你明白吗 但是大家又还是喜欢他 所以大家不会骂他 但是就会开这样的玩笑 但是我讲的只是一条必然心 你还有其他的什么 什么彭麦郎 什么音乐 简七 你讲完这条之后 成龙就很想认识你了 简简三连行广告之后见 我们下期再见 广美还是想谈谈这个 其实那一天 就是那个当当事件 发生的那一天 其实我相信有看 有这个朋友圈的人都知道 整个被刷屏的是什么 除了这个当当之外 还有那个裙子 什么蓝黑 跟那个白金的那个故事 那我要讲的就是说 现在的这种东西 它成名 它真的是一夜成名 但是在那两天里面 大家密集的使用这个当当 例如就是我朋友 我说你干嘛呢 我说我在刀 然后他说你到底在干嘛 我说我在刀刀 然后你别闹了 你到底在干嘛 我说我在刀刀刀 就是说这个变成 在那段时间里面 朋友之间沟通的一个模式 但是这些东西 这些流行语 就像之前的那个 一百块也不给我 这些东西 它到底能够流行多久 一天 没有啦 不止一天 我们现在还在聊刀刀呢 我们都不聊了 我真的现在发现这个节奏 就是这个 包括看裙子的这个 反正对我跟我的朋友圈来说 就是一天 二十岁 所以今天我为什么甚至就有点担心 就是我就一天就烦了 你再聊这个 我就怕这个观众就烦了 那个裙子 我觉得一秒钟我就烦了 是吗 那咱们就再看一下吧 再看看这裙子 我还没试过 在电视上 这个人的视觉有没有差别 徐老师 你看这是什么颜色 我觉得浅蓝色跟金色 哪来的金 就是这个肉色的这种啊 或者是肉色 哪有肉色 蓝色之间的这个颜色 你的部分就是金色 腰的也是金色 那咱们俩还真是有趣的 我看的是蓝色和黑色 这怎么叫黑 中间是黑条啊 你看这是金呢 广美呢 也是跟薛老师一样啊 你们看的是蓝色和金色吗 对啊 浅蓝色跟金色 你也可以说它是白金 暗金色 那咱们有差别了 咱们有差别了 我看这个就是蓝色和黑色 就是跟我原来看到的是一样的 基本 只不过它这个颜色 想有点浅了 但还是蓝色和黑色 但这个为什么混呢 我又不懂了 这个是从美国 不是 我这个好像是什么呢 我那天查了一下 是苏格兰的 一个21岁的姑娘 发出来的 这个姑娘 我不是考证的很清楚啊 这个姑娘 她妈呀 好像是在商店 看见一个什么裙子 然后这边现在就发给她 你喜不喜欢这个颜色 结果这个颜色 发生了差异 然后她就在她的朋友圈里 就说认认认认认 确实发生了差异 于是她就这么传开了 然后美国一些明星 也在这推托出来 在东方就是多央 在西方就是这条裙子 在那一天里啊 就这个火了 就是变色 就人的变色 存在着这个差异 就是现在分成白金党 和蓝黑党 据说据说我们蓝黑党是视力正常的 但是我是红绿色弱 我是红绿色弱 但是百分之七十几的人看到的都是白金 对 但我看到的一张照片明明是蓝黑 可下面说百分之七十几 所以我就搞不懂 会不会就是有些色就是变色的呢 这是很很正常 这个很多专家出来各种解释都不同 比如说有些人说你认为是蓝黑的人呢 你这个眼睛里边有一种细胞叫视锥细胞 有一种细胞叫视感细胞 据说认为是蓝黑的人呢 那意思这个视锥细胞啊 更敏锐一些 更好一些 还有人解释是什么 大脑里头 就最终是在大脑成像的嘛 大脑里头对于这个背景光 环境光认知为什么颜色 这个好像有差别 但是就说你觉得这个特无聊是吗 特别无聊 特别无聊 对 无聊到但是就是说从早上我张开眼睛 想奇怪怎么被刷屏刷成这样 到了晚上的时候你没有办法 你必须加入这个讨论 因为你所有的组你的群里面都在讨论这个事情 然后大家对骂 对 怎么办呢 后来就出现了不无聊的 但是咱们还是喜欢谈这个无聊的 就是我我就说啊 这个我觉得我生活在我已经生活在这个刷屏时代的我呀 我现在发现有一些特征 就是第一个我觉得我对长的东西没有耐心 就一个长的东西啊 素学文化 你就再好 我就很难集中注意力啊 一直看下去 甚至我得勉励我自己努力看下去 你比如说台湾的这个就他们那个时候就是太阳花这个学运 当时不也是说吗 谁看这个福茂协定了 谁知道这个福茂协定 那于是网上出现了那种叫懒人包 现在就是适应快餐民族 就是说我一个卡片 我告诉你啊 这福茂协定就这五句话 然后这学生们听了之后 好我反对行上街 但是我觉得你看我自己就这样 很难有耐心 再有一点就是什么呢 我觉得我心理上出现的变化就是啊 过于火的东西 就是有一个电影是不是叫事先张扬的求爱事件呢 还是事先张扬的谋杀事件呢 我就我现在发现我不会对于任何做好的作品 好的电影已经出现了这种逆反心理 就是在我看他之前啊 我就已经被这个微博呀 微信啊 朋友圈转发啊 聊的我都已经疲倦了 以至于我真看到的时候啊 我总是有些失望 这个接收美学说就叫阅读期待 阅读期待太高了以后啊 本文就引不起兴趣了 就是等于被你们聊的吧 在看之前我就厌倦了 就所以看的时候老有一种这个 挺挺挺烦的 这么一种感觉就还没完呢 就是哎 这个就毁了很多人了 就是说被剧透吗 他还不是剧透 就关于一个事啊 过多的被聊 我原来觉得我有这么一种经历 哪怕是与国渔民有无上利益的事情 老实说 你一万个人在我耳边聊过了之后 我再看这个片子 我都没太大耐心看了 就是有这么一种情况 你们有这个吗 我在想啊 这个其实人家很多 很多年很早很早都已经预言过了 就是人创造机器 然后被机器控制 现在最直接控制我们的就是手机 对不对 我们现在是被手机控制 上厕所 非得拿个手机 没手机 厕所都上不了 对不对 利用这个时间 吃饭 点餐完了以后 一定在查手机 刘老师 我必须提醒你啊 你这个身体有问题 就是说这个 外国已经调查出来了 这个手机的镜面上 大肠杆菌最多 对 我早就听说了 但是人还是没办法 但是背后的人性还是一样 就人可怜 怕孤独 你觉得是怕孤独 怕孤独 你为什么刷屏的东西 我们都要去看一下 比方说他刚才讲的什么 一百块人民币 我们不知道 等一下我们就得去问一下 就好像觉得人家都知道的东西 即便再无聊 我也得知道一下 这种心理 其实道理 其实道理就跟你去看电影 人家说这个电影非常火爆了 这本书是畅销了 这个什么东西现在卖的最好了 你都得在里面去猜 其实你就怕自己不敢烫 怕自己被这个社会抛弃 背后就是自卑孤独 就是这么简单 被机器控制了 但是我刚才听到 文桃讲他 他那个对于现在对于阅读 没有耐性这件事情 我感到非常震惊 也感到非常伤心 因为其实很多人 就是我身边很多的 认识的朋友也好 不认识的这个 所谓你的粉丝也好 对你有很多各种不同评价 但是我常常出来捍卫你的 一个说法 就是说你不要这样子 文桃真的是一个 这个学富五居的人 而且呢 他是一个非常能够 静得下来看书的这么一个人 结果你现在竟然公开的说 不是你还是可以这样跟他们说 你可以跟他们这样说 我不是跟你唱反调了吗 我不是跟你唱反调了吗 不是 我讲的只是我的一方面 你看 我能讲出我的这种困境 岂不是说明 我对于读书生活的留恋吗 岂不是说明 我准备幡然悔悟了吗 岂不是说明 我准备把它扔到一边去了吗 太好了 是不是 刚才 他自己可以谦虚 你们不能批评 对 刚才我们开棚之前 我看到一个画面 因为今天算是我最后一次 在这个棚里录像 所以我特别留恋那个感觉 然后我忽然抬头一看 咱们三个人一个抱一个手机 我再转头一看 咱三个摄影师 一人抱一个手机 这六个人同时的那个动作就是 对 怎么办呢 没错 搞不好我们的那个 全在 导播间里面也是 这个电视台摄像 里边炸鸡 没说你们啊 前前三连行 广告之后见 我们下期见 徐老师刚才有一个词 叫接受美学 讲的特别好 我现在理解很多事情 就是 我记得钱钟书 有一次他讲幽默 有一篇文章写得很好 他说真正的幽默 他是最高的幽默 是不想幽默的幽默 在台上你拼命隔着大家 其实这不是最高端的 他说好比说 小丑在台上拼命的想逗大家笑 拼命的给包袱 台下的观众也笑了 甚至还鼓掌 钱钟书有句话说的很妙 他说不是台上的懂幽默 恰是台下的懂幽默 是观众觉得这个状况 他是幽默的 你知道吗 是可笑的 我的意思是说 现在的很多玩意 你得靠接受者 完成这个共同的创造 对刚才的端就是 对你比如说 就是这个我的滑板鞋 这个旁卖狼 要叫我说 他本人就是等于从农村走出来的一个 搬砖的这么一个民工 到处打工 这个然后呢 就抱得大名 就因为做了这么一个歌 甚至于他都不会唱歌 他这个歌是在录音棚里啊 那个录音师说呀 说他哪边跟哪边唱的也不一样啊 说这录音师费了好大劲 给他拼起来的 这么一个歌 我对他音测的评价就是白不慈烈 但是我听了之后 我好感动 你知道吗 我为什么觉得好美 我现在都爱听这个歌 他说 其实他就像一个小镇青年 他怀了一个梦想 他说我的妈妈 对吧 告诉我 我要一个滑板鞋 然后他在一个橱窗里 见到一个滑板鞋 什么我的滑板鞋 时尚 时尚 最时尚 你看这不就是他 这种年轻人他要的这种石毛 然后摩擦 摩擦 摩擦 幽默是三个方法 这春晚以后有人来问我 说这个语言节目让人不满意 幽默三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是说反话 就是说 比方说一个人很胖 你跑去说 你怎么这么胖 这不叫幽默 这不叫讽刺 对不对 你怎么这么瘦 你怎么这么苗条 对吧 你碰到某歌手 我们说你怎么这么苗条 我们知道这叫幽默 第二种方法就是夸张 就是说 比方说梁石秋写 男人说这个后面脏了 他说后面可以种出庄稼来了 那这个夸张 但最高的幽默 就是写诗 就是你就是讲他实际的 我说他们的台词 就应该用一句实际的话 一再后 我最大的确认 你就是明镜 对 这是最好的凡复吗 这就是不想幽默的幽默 对不对 这叫写实幽默 对 这就是最恐 没想幽默 但是这个事情本身 结结实实 对 对 白颜的幽默 对 对吧 我最大的缺点 就是明镜 写对为您播出健康新概念 我最大的缺点 就是不想让钱 你想想 确实 最大的缺点 就多